汪小菲30号突然暴走 发文指控大S长期服用违禁药品 还要她每月支付100万台币 事情破关后引发轩然大波 之后徐妈妈也崩溃解释 大S因为压力太大 吃的是抗癫痫的药和松弛剂 不是违禁品 事隔一天汪小菲透过微博道歉 她写下 昨日因为我的一时冲动 令我做出了一生中最后悔的一件事 我对西元、孩子们、徐妈妈深感愧疚 并说已经为自己不成熟不理智的行为 向他们道歉 文中也说以后除了孩子相关事以外 不会再打扰到西元的生活 道歉一出S妈也回应 自己因为小菲乱说话哭了一天 对于前女婿道歉 她表示道歉是勇敢的态度 我会原谅她 也会因为她是孙子、孙女的爸爸 而继续支持她、疼爱她 眼看前夫妻的事情差不多搞一段落 台湾狗仔葛思琪也在31号晚上9点 和大家约定好要公开汪小菲的婚内出轨证据 她表示在直播开始前 小菲亲自打电话给她 希望她手下留情 所以原本要公开5位出轨对象 最后只剩3位 而葛思琪不止曝光汪私下跟多名女子的亲密照 甚至还与出京人表示 张颖颖曾经为汪小菲拿过孩子 张颖颖的豪车是用一条小生命患来的 张颖为汪小菲堕胎 这件事情呢 我有说过 堕胎的医院叫做和陆家医院 就在北京 有没有这件事情呢 其实汪小菲最清楚 我手上也握有一大堆证据 这些证据至今还没有曝光 不过我告诉大家 张颖颖她现在的哪台车子 张颖颖现在有一套房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两套房打通一套房吧 因为当时汪小菲为了要把这个东西压下来 那女方开口了 开口要什么 要房又要车 这个东西证据有之后再给大家看 之后有网友问到 陈剑舟真的曾经动手打过汪小菲吗 葛思琦也还原他所知道的真相 为什么黑人会出拳呢 其实很简单 当时他们说是某些立场的东西不同 但是我告诉大家 其实不是立场不立场的问题 其实就为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产检 当时大S怀胎已经有九个月了 当时就为了产检小小的一个问题 两个人发生了口角 当时发生口角的时候 妹妹在旁边 小S就直接出来悬架 你不应该欺负姐姐 因为她有孕在身 结果小S这么一出来的时候 汪小菲竟然对小S动手了 这一推 把小S推倒到地上 当时把小S推倒到地上之后呢 大S要把我出面妹啦 就说 汪小菲你不可以这样子 必须要跟我面对道歉 汪小菲只要气头一上来啊 这个脖子比印度神尤抹过都还硬啊 不到现在不现在 当时做了什么事情 他一手也把我们的大S怀胎九个月的大S 推倒到地上 哇 不得了啦 不讲武德 当时 谁出现了 就是在旁边的黑人 黑人当时呢 健壮就直接冲出来 马上给汪小菲一记 这一记呢 是推 是一拳 不可靠 因为今天事情没有厘清 那我也不做任何的辩解 但是我只说 没有错 黑人确实有动手 一场接一场 关于小菲的料 真的是都报不完啊